和笑花成为同桌是什么体验 眼前这个大美人是个十级社交恐惧症 一说话就卡壳 除了咱们的男主知野以外 所有人都会被笑花高贵冷艳的外表所欺骗 话说回知野 初中时是个中二病 为了躲开射死的可能性 他报考了升学率最高的一旦高中 开学第一天就看超漂亮的大美女 知野这心跳还没加速呢 妹子直接开了机跑离开 本以为平凡的人生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谁知走进教室后 他竟然和大美女是临桌 与此同时 班上的同学们纷纷脸红的看女生 入学第一天 这个妹子就成为了全校第一的笑花 和笑花成为同桌固然是开心的 就是这四周的杀气令知野毛骨悚然 轮到笑花自我介绍的时候 所有人投去了期待的目光 漫长的沉默过后 笑花飞锁写下自己的名字 古剑萧子 全班欢呼 知野满头问号 班上众人异常的嫉妒 知野这个同桌身份 上课期间 古剑橡皮不小心掉落 知野赶紧从地上捡起 准备还给他 迟知 身后突然飞出一个原规暗器 知野考虑到生命安全 赶紧将橡皮放在古剑桌上 古剑突然转头想说什么 结果整个人开始颤抖 知野 知野选择假装没看见 下节课是体育课 然而一下课 知野就被想和古剑搭话的同学创晕过去 等到再醒来的时候 班上同学都不见了 只有古剑还在座位上和猫咪网友说话 见知野醒来 古剑吓得拔腿就跑 眼看人就要冲出教室了 知野赶紧问古剑 他是不是不擅长与人交流 古剑震惊 他怎么会知道 也亏知野能看出来 见古剑欲言又止 知野让他写在黑板上 古剑问他是如何看出来的 哈哈 知野这人吧 特别擅长看气氛 不过面对古剑这样的色恐少女 知野也很难找到话题 知野试图逃跑 喂随 被古剑一把抓获 古剑开始用版书和他聊天 他表示自己很想说话 但总是紧张地开不了口 担心大家是不是讨厌自己 从小到大 他就一个人在学校待着 吃饭的时候也没有朋友一起 古剑也想交朋友 但他害怕被拒绝 看着少女在黑板上写下过去 以及对方背着身颤抖的肩膀 知野的目光坚定了起来 本想将手帕借给他擦眼泪 谁知古剑其实只是在打嗝 不过对于今天发生的事情 古剑还是对知野道歉了 说自己早上没能问好 以及自己出现后 给大家带来了不少麻烦 最后道歉结束后 古剑擦掉版书准备离开 知野却拿起粉笔 在黑板上写下一句 今天天气真好 古剑一愣 他转身也拿起粉笔开始写字 在知野的指导下 古剑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开始了聊天 两人在黑板上写了很多对话 知野问古剑的梦想是什么 古剑说自己想交100个朋友 知野抬手写下一句 那我是第一个朋友 剩下99个朋友 我帮你一起找 古剑一惊 知野才意识到自己说了怪不好意思的话 但是看见古剑的表情 显然非常的认真 他说完信息后 转身走出教室 知野面色通红 古剑在门外也十分害羞 于是知野就此展开了自己 不平凡的高中生活 一日他又见到了古剑同学 对方本想说一句早安 但是浑身颤抖 知野便鼓励他不用着急 一点点爱 只要能说出问好 就是一个进步 但是知野并不知道 虽然一旦是重点高中 不过入学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个性鲜明 想要在这样的学校中交朋友 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啊 知野自信地拍下胸脯表示 要帮古剑交朋友 他觉得古剑本就很优秀 自己只需要告诉别的同学 古剑想和大家做朋友就好了 他目光落到班上聊的 最开心的三个女生身上 其中一个叫山景的同学 看起来就很活泼 知野找到山景 刚说了一句古剑 山景微笑地在知野耳边 发出恶魔地狱 你竟敢直呼那位大人的名字 杀了你哦 知野像是聆听了古神的年男 飞速撤离现场 但他并没有放弃 他再次转移目标 长明驯染 一开始知野其实并不想和这位搭话 但是为了古剑 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古剑跟过来看情况 知野给他介绍 这个叫长明的女孩子 是他的青梅竹马 说到一半 知野自己都愣住了 他不敢自信地看了一眼 长明的裙子 大惊失色道 你初中的时候不是男生吗 长明却说他记错了 这也是知野不想找他的缘故 因为长明非常神秘 且还性别不明 但是他有一个很离谱的天赋 社交牛逼症 不管什么类型的人 他都能聊起来 并且那些人还全部都是他的青梅竹马 不止班级 一旦全校学生都是他的青梅竹马 古剑无比震惊 但这就是长明的特长 社交恐怖分子 见其他人都走开了 知野上前想拜托长明一件事 他将长明介绍给古剑认识 并鼓励古剑说出 请和我做朋友 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长明看着古剑宛如点读记忆版卡顿 他惊恐地看向之意 知野赶紧解释古剑的意思 然而一向自来书的长明 竟然满头大汗地表示不太行 古剑大受打击 差点飞声 知野立刻将长明叫了出去 问他为什么 长明叹气 说起了小学的事情 他曾见过小说的古剑 当时他就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结果古剑一直没理他 那是他唯一一次没有交上朋友 因为打击过大 躺了一周 之后就有点恐惧古剑了 也不是讨厌 就是对上视线他就会发抖 知野拜托长明 放学后 大家一起回家试试 长明本想说 古剑那么漂亮 一定会有很多朋友 然而对上知野认真的视线 长明还是答应了 并且还表示好怀念 当场说出了 知野初中和妹子表白被拒的事情 青梅竹马等同于黑历史行走机器 放学后 长明按照约定和古剑一起回家 知野很担心情况 还是在后方暗中观察 长明不愧是自来熟 在这样的氛围下 还能想出对话 就是古剑看起来 似乎不咋乐意的样子 然而在知野的实验中 古剑黑的脸是因为紧张 颤抖是因为想回答 结果不小心发了重音 两人僵在原地 知野赶紧给长明发消息问情况 长明说自己快死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 突然杀出两个混混 这两人也是长明的青梅竹马 大黄表示 自从长明离开后 他就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了 他这次来是对长明表白的 长明十分干脆地拒绝了 他说自己是男生 然而大黄无所畏惧 真爱不分性别 眼看他就要男上加男 古剑发现大黄钥匙掉落 于是捡起钥匙叫住大黄 你钥匙掉了 大黄震惊 什么 这个女人竟然说我要死掉了 难道这家伙是在威胁我 再对长明下手 就把我真实 大黄吓得掉头就走 古剑回头的瞬间 长明感觉自己被美救了 智野赶紧安慰古剑 对方是误会了 这时长明表示 自己可以和古剑交朋友 因为这一次相处 他发现古剑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长明离开后 古剑十分开心地蹦跋了起来 智野欣慰不已 太好了 第二个朋友 GAD 第二天中午 长明带着午饭来找古剑吃饭 见智野也是一个人干饭 于是长明也叫上了他 得知古剑的愿望是交一百个朋友 长明露出了坏笑 他说自己突然好口渴 希望古剑能去星巴克 买一杯QQ面麦 好喝到面普茶 要是喝不到 他可能会伤心过度绝骄傲 智野震惊 长明这是在故意使坏吧 他刚想叫出古剑让他别去 但古剑已经起身 长明就打发智野 跟在古剑身后帮他 谢谢你 助攻一好鸡 然而古剑是个社恐 好不容易进入星巴克 却发现那里全是白领和时尚弄肠儿 古剑后退半步 最终还是走了进去 他记得菜单是什么 但是根本说不出口 店长却在和古剑对视一眼后 立刻燃及热血 表示自己从业多年 一定能明白古剑的意思 随后调配了店内最火爆的饮品 然而古剑和之野都知道错了 只是古剑并没能说出来 最终古剑带回了饮料 因为自己没买对 古剑急得掉了眼泪 长明和之野良心剧透 俩人果断划跪道歉 上爷也算是个社恐 但是今天他发现 同伴的笑话古剑竟然在跟踪自己 上里记忆中的古剑人美心善 身上还有淡淡的香味 最重要 洛洛大方非常自信 和他这样普通的女孩子完全不同 上里完全不理解古剑为什么要盯着自己 他只好躲进厕所里放空大脑 谁知古剑竟然也跟了进来 古剑想问上里 他是不是不舒服 但迟迟没有开口 站着也不礼貌 上里松了一口气 出门去被老师叫住 让他去通知班上同学换课的事情 上里本来还在紧张 发现古剑就在后面观望 他只想立刻逃离现场 好不容易来到班上 准备说出换课的事情 结果一张口太紧张 汪了一声 上里这一刻连埋在哪里都想好了 谁是一转头对上古剑的视线 他顿时口齿清晰 说了换课的事情 惊喜地冲向了天台 只也和古剑对视一眼 事情还得说回20分钟 最后货手长明 找出了性格和古剑性格 有些相似的人 毕竟社恐理解社恐 所以最近的一个就是同班同学上里 于是古剑开始尝试和上里搭话 结果一直没搭上话 古剑大说打击 没想到上里竟然找上了门 他表示 虽然不知道古剑为什么看自己 但因为古剑的视线 他有了一些改变 所以他很感谢古剑 只也一听 这是个好机会啊 于是主动和上里搭话 表示两人竟然合得来 不如交个朋友 谁知上里立刻摇头后退 古剑备受打击 这时上里却说 自己这样的人 不配和古剑成为朋友 但要是古剑需要狗的话 他可以试试 不过最终两人还是交上了朋友 第二天 古剑拿出家人给他买的新手机 原来他之前都没有手机 因为没有能联系的朋友 但只也出现后 他交到了许多朋友 所以他准备问朋友要联系方式 只也十分欣慰 表示要带他去找长明和上里 谁知古剑却突然沉默 随后才写 不能一直依赖之也 于是他带着手机找到长明 并且拿出了一张纸 直了纸黑板上的数字 让他写下电话号码 长明本想将电话 直接输入到古剑的手机上 他和古剑对视一眼 就明白古剑的意思了 感慨 之也只是看着善解人意 涉及到自己的事情 就笨笨的了 随后古剑又去找上里 但是上里狗里狗气 古剑退去了 但之也还是非常欣慰 太好了 这时上里拿着写了电话号码的纸 冲了进来 并表示刚才长明告诉他 古剑希望记录的第一个号码是知也的 所以才让他们将号码写在纸上 两人一开视线 知也顿时不好意思了起来 不过还是留下了电话 看见古剑开心的样子 知也内心在咆哮 很快班级开始选办干部 众人果断推荐古剑当当班长 当然选拔是可以自主报名的 正由于要不要自己报名分担压力 长明却站了出来反对古剑当班长 古剑和知也感动不已 但班上其他人杀气十足地围住了长明 于是长明表示 区区班长能配得上古剑吗 最终古剑荣获神的称号 既然班长不再是班级中最高的位置 而且管的事情还比较多 众人就将知也推上了班长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 长明是副班长 当晚回家的古剑写完作业 开心地看着电话 开始给自己设置铃声 瞅了一眼置顶联系人的知也 古剑拿起手机 假装在打电话聊天 谁知手机有触联自动拨通的功能 所以这电话就打到了知也的手机上 知也很快接起了电话 古剑一听知也的声音 顿时紧张地挂断了 没想到电话又打了过来 知也猜测古剑是打错了 但是又担心他是真的有什么事情 于是让古剑回应个啊 表示没事 古剑最终还是道歉 表示自己打错了并挂了电话 知也大喜 声音太好听了 第二天 古剑看班上的同学在玩小游戏 知也知道 那边是班级社交大人小队 很难融入 于是告诉古剑 等放学后 他们叫上长明三人一起玩 然而长明已经听见了两人的对话 直接起身 招手让古剑加入游戏 小队众人只觉得 真神降临 长明是社交拔苗助长拍戏 为了帮助古剑融入游戏 知也硬着头皮加入了游戏 显而易见 小队替他人出现了两副面孔 而这个游戏也很简单 就是抱数字大家伸手指 轮到古剑同学的时候 长明诡异地沉默了下来 但大家都很照顾古剑这个新手 然而长明并没有停止搞事的动作 表示要加上惩罚项目 诸佳要做出接吻表情 现场的气氛顿时热烈地起来 没有一个人让着古剑了 大家都想看他接吻的表情 眼下只杀知也一个人了 众人期望的目光落下来 知也当然也想看 但是不想让古剑玩游戏留下心理阴影 然而古剑却没搞懂规则 知也只能硬着头皮说错答案 于是众人纷纷托动板凳离开现场 知也整个人羞耻地想死 不过古剑却很感谢知也 因为他自己才能开心地玩游戏 学校开始体检了 作为班上的神 他的目标是战胜古剑 知也一来就看见 有人用恐怖的眼神盯着古剑 而史田野的计划很简单 通过这四个项目做决斗 视力 身高 体重 坐高 只要他能赢 就是超越班上第一的神的人了 谁知古剑视力1.5满分 史田野大惊 明明古剑一句话都没说 难道他贿赂了裁判 不服输的史田野开始测视力 只有0.7 紧接着身高 体重也接连惨败 只有坐高胜出 这不就是说史田野腿短吗 古剑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而知也那边是完完全全的平均值 一个连骑神看了都会羡慕的男人 这一天知也出门 正遭到了山井的绑架 山井自认自己是普通的高中生 但是他却暗恋上了古剑同学 甚至在暗中紧盯古剑的背影 将古剑掉落的头发 啪啪啪之后再收藏起来 发现尚里比自己先和古剑打招呼 山井杀心剑起 面对古剑紧张的眼神 别人都会害怕 长明刚要解释 没想到山井却意外喜欢这眼神 并且他将长明转进角落 威胁他将自己介绍给古剑认识 山井面对古剑的时候 完全没看见他的紧张 只觉得古剑好漂亮 眼睛好大好喜欢 他忍住自己变态的手 轻车熟路的坐在只野的位置 古剑没忍住多看了一眼 就想起只野鼓励自己的话 山井一见他气场温柔下来 高兴的原地蹦跶 眼看上课了 山井才离开只野的位置 古剑又开始颤抖起来 长明心里咯噔一下 坏了 今天只野好像没来 他根本看不懂古剑的意思 而另一边 只野一睁眼就看见 贴满古剑照片的房间 再看拼凑上去的山井 他就知道这里是哪里了 与此同时 长明问山井 今天放学能不能去他家玩 一听古剑也要去 山井就想答应 但是想到了只野也在 在两秒钟后 古剑的诱惑压住了只野暴露的念头 只野被绑了一天 好不容易听见了山井的声音 对方冲进房间 就将照片打包了起来 顺便问只野喜欢山还是海 要是等下在柜子里发出声音 他就埋了只野 只野听见长明的声音 试图发出求救 却被山井捶柜子砸了回去 然而只野求救并没有停下 山井去到查之前 警告千万别打个柜子 时之 长明见他已离开 直接开柜 只野两眼汪汪的对上长明 长明还以为 两人在玩什么奇怪的play 这时山井回来准备狡辩 并且毁尸灭迹 山井表示 只野这种普通的男人 怎么值得古剑的注意 而古剑不一样 他那么漂亮 那么可爱 只有自己才能成为古剑的朋友 面对杀气十足 且病交的山井 只野和长明冷汗直冒 但古剑却摇头拒绝了 古剑亲手解开了 捆住只野的绳子 他礼貌地写下不打扰了 随后准备离开 山井大树打击 且不敢置心 再次阻拦到古剑面前 认为古剑不应该 和只野这样的普通人做朋友 古剑却拿出本子写了一句 我的朋友 我自己选择 山井大树打击 跪地嚎啕大哭 只野和古剑退门离开 长明梭在墙角 动也不是 不动也不是 第二天 只野发现 古剑竟然在生气 他被古剑叫到了天台 古剑是告诉只野 他们不能继续做朋友了 只野疑惑 发生什么事了 古剑说 昨天山井因为他的缘故 险些伤害了只野 古剑担心 是自己害得只野遇到了危险 所以他不想让只野遇到危险 这才表示 不要做朋友了 只野却摇头 说自己的朋友自己选择 古剑一乐 只野顿时就不好意思了起来 这时 古剑又写字表示了对不起 并忍住恐惧开口说 他还是想继续和只野做朋友 两人正在不好意思的时候 长明带着山井找了过来 山井对只野道歉 表示 昨天不该那么做 他已经反省过了 山井也对古剑道歉了 古剑接受了 山井却以为 他还是不想和自己说话 这人只好给他解释 古剑是个纠集社恐 并且将事情的经过 全部告诉给了山井 山井没想到 古剑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当即表示 更加喜欢古剑了 下期到来之后 古剑换上了下期校服 所有同学看见的他 都变了一副模样 就连只野看到后都红了脸 这天是体育测试 史田也再次在暗中 对古剑发起了挑战 然而 不管他如何努力 古剑都太过完美 根本比不上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50米跑 史田也决定 在这里赌上一切 他必须要赢下比赛 拿到最终的胜利 起跑开始 史田也面目扭曲 开始冲刺 谁知 古剑犹如一道疾风 从他身边抄股 不费吹灰之力 拿下了胜利 史田也感觉 自己彻底败了 他找到古剑准不握手 古剑完全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 于是 单方面见古剑 当作了一敌一友的战斗对手 放学后 长明突然来了一嘴 问古剑可不可以去他家玩 古剑很高兴 但是又有一些犹豫 志野很理解古剑 是又想和朋友玩 又担心隐私暴露 长明吐槽 志野究竟从哪学来的读新术 这件古剑下定决心 最终他们来到了古剑家 古剑的母亲 长得和古剑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非常年轻漂亮 但是性格和古剑截然相反 古剑的母亲相当的热情 三人进入古剑的房间 志野和长明都不敢提起古剑的母亲 感觉反差实在太大了 长明夹借上厕所 故意让志野和古剑独处 想看孤男寡女 尴尬而紧张的气氛 随后两人安静地在房间内待了15分钟 一点没有尴尬 长明觉得这不合理 于是准备在房间找出古剑的秘密 没想到却在床底下翻出了一堆 教你如何说话 社交的100种方法 长明朝转站书柜上古剑小说的相册 发现古剑还会弹钢琴 游泳和书法以及英语 不过就算换了英语 古剑还是无法沟通 送走两人后 古剑看着自己的房间十分高兴 再看长明发来的合照 古剑决定用相框保存起来 这天古剑突然邀约之野和长明去吃拉面 这还是古剑第一次提出想去的地方 两人自然答应 一旁的尚里听见拉面 作为拉面专业户 尚里自然是有推荐的地方 放学后 他就带着三人去了网红拉面店 非常硬核的拉面店 排队不可交头接耳 吃饭点餐要小声 店长会最快速度端上了 古剑和店长对视一眼 店长竟然明白了古剑的意思 看似硬核的大叔 原来也是一味色口 面端上来之后 古剑扎起马尾露出白皙的景色 他喝一口汤 夹起面条开吃 众人目光情不自欣 落在了古剑身上 结果古剑率先吃完 注意目光后 交往离开 尚里也是如此 只有光顾着 看古剑吃面的枝野和长明傻眼 最后两人硬塞了 驼掉的面离开 钟中同学是一个中二病 他为了和古剑交朋友 在古剑面前表演了一个碰瓷 震惊地看向古剑 难道你是我一直寻找的那个公主 天哪 我体内的龙之力已经压不住了 苏莱与我签订契约 三人一惊 枝野总觉得 这操作似乎有点眼熟 这不是他曾经中二病的时候 干过的事情吗 古剑还以为他在讲故事 于是又问钟中 什么是龙之力 钟中可以面不改色念台词 却完全说不出自己的设定 古剑不知道怎么回答 于是钟中捂着眼睛 说自己洗眼阵痛 先走一步 智野猜测 那个契约指的是想和古剑交朋友 长明说 钟中和初中时候的智野都是中二病 古剑好奇 什么是中二病 长明推开智野 开始诉说智野初中的黑历史 初中的智野梳着大背头 满脑子天下五第一 嘴边挂着三大计划 并且对初中的班花有好感 于是毫不犹豫地叫长明 帮自己在操场写大字 然后单独叫出班花 速度表白 却遭到了班花果断地拒绝 对不起 你太中二了 我们不合适 就此之夜放弃耍帅 只想本分生活 也就有了高中这个善解人意的之夜 之夜黑历史暴露 想死的心都有了 像五体育课的时候 钟中被人群挤开 看着大家都有队友 钟中表示自己有龙之力 不适合与人类一起生存 嘴硬罢了 没想到 古剑竟然主动靠近钟中 问他愿不愿意和自己做运动准备 钟中稀里糊涂地答应了下来 随后两人就成了朋友 只夜作为班长 忙了一大堆事情下楼 没想到外面下雨 古剑在图书馆看书还没走 只夜一看自己的伞 被长明那小伙写纸条带走了 古剑便撑伞叫他一起走 两人走得很近 只夜有些不好意思 古剑看着他临时的肩膀有些担心 等到了便利点避雨 只夜问古剑 他是不是看见长明流的纸条 所以一直在等他 古剑不好意思地侧脸点头 只夜无声尖叫 这天一早 只夜发现古剑在讲冷笑话 但是冷笑话本来就冷 他也没有念出来 导致只夜实在给不到笑点 这时长明也来了 拿出了收到的纸条 得知事情经过后 让只夜给他演示一下 只夜也不知道要如何演示 于是长明约古剑放学一起去买衣服 还叫上只夜一起去 只夜本想着自己一个男生不好加入 但是长明要求他一定要去 不然没有翻译 随后长明还叫上了上礼 一旁的山景一听 还有这种好事 等到放学后 他悄悄跟踪假装偶遇 众人问古剑有没有喜欢的衣服 古剑却说 平日都是母亲帮忙买的 他也不知道要去哪家店 于是长明提议 大家在规定价格中 选择一套衣服让古剑试穿 看谁的搭配更能符合古剑 第一套是长明选择的袭袍 好看是好看 很难不让人发现 长明夹带私货 紧接着是山景选的衣服 辣妹短裙 漂亮的不行 就是价格轻松破碗 实在承受不住 山景表示自己可以出钱 只要古剑喜欢 最终他因为违规被踢出队伍 第三套是上里同学选的一套衣服 也就是古剑长得好看 才能撑住这个搭配 最后轮到枝野选的一套衣服 他毕竟是男生 给女孩子挑衣服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表示自己并不是喜欢这种衣服 古剑换上后是一条白色长裙 搭配良节非常可爱清纯 众人都觉得赞爆了 枝野莫名的小开心 这时古剑也表示 这条裙子很好 他买下来之后 看着漂亮的裙子又摸了摸刘海 终于下定决心 准备下楼去剪头发 美容院最近来了个新人美容师 因为是萌新 只能招待客人和打扫卫生 他刚出门打扫卫生 就遇见了下楼的古剑 他赶紧上前招呼古剑进楼 古剑一看到新人就浑身紧张 新人大惊 难道我搞错了 人家根本不是来护理的 好在这时 理发师打开门 他认识古剑 新人还以为是自己做的不好 古剑才没有吭声 就在他暗中观察 古剑和理发师前辈的氛围的时候 却发现古剑竟然睡着了 理发师说 古剑是在装水 他知道古剑是个射孔 所以古剑只需要说一个字 他就能听懂 剪完头发 理发师让新人带古剑去洗头 新人鼓足勇气 表示一定要和古剑搭话 展示自己做一个 优秀的服务生的态度 然而古剑是射孔 变对问题 只好指着杂志回答 新人却理解成 自己服务不好 古剑才不想和他说话 洗头的时候 也是十分紧张 不过洗完头即上的时候 古剑再次拿出杂志 指着上面的谢谢 对新人表示了感谢 新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客人不是哑巴 啊不是 客人并不讨厌他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其他人都没发现古剑理发 但是只眼一眼就看了出来 另外三人顿时大受打击 有一种人 晚上睡觉之前 会想起白天的黑历史 古剑就是这样的存在 长明突然想死 说考试在即 他不想复习 只想去玩 但是期末就要到了 他决定叫上古剑他们 去图书馆 而图书馆是上礼 帮忙照顾 他告诉三人 这里的管理员前辈 非常注意环境安静问题 然而长明屡叫不改 被折扇狠狠抽了脑袋 竟然还敢在图书馆 拿出抽积木的玩具 你小子是一点没打算学习是吧 为了不学习 长明已经魔症了 但是古剑却遭到了诱惑 只眼看着前辈的死亡凝视 他实在是不敢下手 但最后还是败给了古剑期待的目光 于是只眼抽一个木头 长明故意到他笑 结果木头散架 三人挨了折扇 长明事不过三 被丢出图书馆 古剑说 自己其实很想玩那个游戏 于是只眼表示 复习完了就去找长明继续 最终考试 只眼所有分数卡在平均分上 暑假一周了 古剑还没有出过门 他很想给只眼发消息 但是不好意思打电话 这个时候 只眼也想叫古剑一起出去玩 这个时候 助攻王长明给两人挨个打了电话 就说对方要去 两人立刻答应了下来 结婚两个字我已经说累了 磕死我了 第一次出门玩 古剑开始检查背包 他会提前30分钟出门等待 而这次 古剑穿的是只眼跳的连衣裙 只眼十分不好意思 跨了一句好看 两人都有一些不好意思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泳池 上了也来了 他身后是山景这些 听到风声一起赶来的同学 大家都表示要去同一个水上乐园 人数突然增加 古剑有些许的紧张 山景警告队内 笨蛋男生三人组 别玩太疯 更衣室门口 长明准备去女生更衣室 只眼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 你去厕所换衣服去 山景此时正在期待古剑换上泳衣 谁知古剑竟然从柜子里拿出了学校泳衣 山景痛心疾首 又想看又不想让别人看 最终他抓住古剑 另外去买了别的泳衣 看到长兵们出来 笨蛋三男生纷纷表示10分 其他妹子他们也都给了10分 当然没说出口 不然擅自打分的行为 可能无法活着走出泳池 直到古剑穿着纯白泳衣出现 他和只眼对视一眼 有些害羞地裹紧了沙巾 三男生纷纷表示 人生没有遗憾了 首先玩的项目是双人滑梯 因为其他人都在抢和古剑的组队 结果只眼鱼翁得利 被古剑的头发糊了一脸 出现了奇怪的爱好 古剑很喜欢那种感觉 一共玩了4次 看得出来他很喜欢 随后几人又约好玩水下憋气 最先上来的要请喝喝饮料 众人沉入水中 就看见古剑可爱的闭眼憋气模样 全员破防 玩得累了 只眼和古剑在岸面休息 看见古剑满足的样子 只眼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时长明直奔跳台而去 只眼还没来得及叫他别跑 古剑也紧随其后冲了过去 结果就是在地上摔了一跤 山井飞宽地冲了过去 从医疗室出来之后有些失落 因为伤口的缘故 他无法下水了 古剑让众人不用管他继续玩 长明果断拉走只眼和山井 现在不走 古剑会觉得是自己破坏了氛围 过意不去 古剑独自等待的时候 只眼坐到他身边 大家玩耍 这也无奈 起身邀请看上去不太开心的古剑 继续玩耍 虽然无法下水 但是泼水还是可以玩玩的 随后长明带来了几把水枪 众人再次玩了起来 回家的路上 这也看着放松的古剑 也松了一口气 几天后 古剑突然告诉母亲 他要一个人去图书馆 结果出门就被缠下了一跳 这个时候古剑的父亲出来了 古剑和他父亲一样 俩人都沉默寡言 但妇女有独特的交流方式 于是父亲决定送古剑去图书馆 路上太阳大 他还带着古剑去吃爆冰 两人点单后 古剑期待冰淇淋 老父亲想问女儿学校生活 等待半天之后 老父亲还是不敢开口 直到古剑吃了一口冰淇淋 冻得脑袋疼 老父亲送茶给他 顺便小声问他情况如何 古剑故意摆出失落的样子逗他 老父亲摸了摸女儿的脑袋 吃过东西之后 便将他送到了图书馆 古剑在看书 别人在看他 见情况不对 古剑想直接借书离开 然而需要和前台对话 他紧张地走来走去 最终还是选择坐下来缓一下 没想到旁边的小男孩 哇哇大哭 古剑担心吓到小朋友 做了个小脸 小男孩顿时开心了起来 走的时候还在看古剑 而这一幕 刚好被来还书的志也看见了 没想到还有这种意外之喜 秋季开始放长假 古剑家去祭拜先祖 这一家说来也是奇怪 除了古剑妈妈热情 从爹到女儿到弟弟 都是寡言派 祭拜了先祖后 古剑一家回到了祖母那边 周里都是热情的人 而古剑父亲和他兄弟 同样都是冷脸派 正好这个时候 古剑初一的堂妹也回来了 堂妹很喜欢古剑 但是不知道怎么打招呼 好在古剑善于脑痒痒 两人很快就拉近关系 之后堂妹就一直黏着他 走到哪跟到哪 还拿出了桌油 邀请古剑一起玩耍 在吃饭之前 古剑家有将最近发生的事情 汇报给祖母的习惯 所以古剑赶到现场的时候 看见自己父亲似乎被训了一顿 古剑见到祖母 祖母温柔地询问他近况 得知他最近交到了朋友 祖母让他躺下 摸了摸孙女的头 这时又问古剑 有没有喜欢的男生 一看手机枝野的名字 祖母表示不同意 古剑从家中回来后 被长明约续了庙会 枝野也在现场 还夸古剑寓衣合适很好看 因为古剑换了云衣 所以忘记带纸笔 就在他着急的时候 长明带着一千人走了过来 这家伙竟然把自己的青梅竹马 叫了一部分来 智野无力吐槽 准备和古剑一起进去 古剑没带笔记本很紧张 智野说自己在没关系 古剑竟然真的松了一口气 磕死我了 意识到自己和古剑一起逛妙会 智野竟然有点紧张 他赶紧问古剑 要不要玩玩射击游戏 这时使天也不知从哪里杀了出来 因为没有击中标吧 他选择最近距离瞄准 只要中了就是五五开 随后众人开始玩戳堂游戏 这个时候 古剑开始暗中观察之夜 智野一脸认真的玩游戏 察觉到视线一抬头 古剑面不改色 手去紧张地将糖完美地戳了出来 长明去买饮料的时候 智野就觉得古剑今天很不对劲 这时古剑紧张了半天 终于开口了 智野穿得也合适 原来他一直都想说这句话 智野内心尖叫 这时山井等人也来了 众人一起玩抽奖游戏 长明观察过雕神 所以戳了最老化的那张 谁知那竟然只是一根陷阱 于是长明出钱让智野帮他报仇 智野看了一眼老人的表情 抽了一根也是陷阱 最后只剩下古剑了 老婆婆顿时判入两人 他好歹是个生意人 所以绳子上是绑了礼物的 只是做生意必须要有战术 所以才有造假绳和假表情 谁知古剑什么都没想 就抽了个PS5 老人顿时萎靡不振 古剑又接连玩了很多游戏 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和大队伍走散了 就在心慌的时候 却听见智野的声音从后方传来 他一直在身后等古剑 什么时候回头都能找到 两人找了个小路坐下 智野说今天和大家一起玩很开心 古剑捡起树枝在地上写 其实和智野两个人也很开心 智野还没看清 古剑赶紧擦掉字 又写确实 暑假最后一天的时候 古剑来到了智野家 山井竟然野鬼随起后来到了这里 他绝不允许古剑和智野走得太近 而智野的房间和妹妹小童是共用的 小童很礼貌地和客人打招呼 见到古剑之后 小童拽住哥哥的衣领 逼问他是用了什么诡计 认识了那样的美女 而常明叫大家一起来 其实是因为 他的暑假作业一点都没动 其他人都写完了 不过之夜也还差点没写 于是众人开始不作业 古剑在复习 山井在看古剑 写着写着 常明突然开始说暑假都去了哪里玩 古剑顿时有些伤感 这还是他第一次不希望暑假结束 众人都被治愈 常明感同身受 因为他作业也没做完 暑假结束 开学第一天 学生本该萎靡不振 但是看见漂亮的古剑 他们又满血复活了 中景很没有自信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 第一学期 他实在不敢和周围人搭话 一个暑假下来 才鼓起勇气 将裙子提高三厘米 结果穿了没一会儿 还是觉得很害羞 他觉得古剑就是标准的城里人形象 非常仰慕古剑 这时常明又开始整活 拜托古剑帮他买个午餐 那个餐厅牌子中景认识 据说是城里洋气的餐厅 所以在古剑说要去的时候 中景决定暗中观察学习 之爷也因为担心古剑在外面观察 于是发现误解了古剑的中景 两个射孔进入餐厅后 简直不敢说话 而古剑更是害怕的直接出了店 但是在中景眼中 这就是帅气的表现 古剑忍着恐惧再次进入店门 面对店员铺天盖地的询问被注 古剑面部改色 店员脸一红 直接按热门套餐搭配了 中景觉得简直帅爆的 一个眼神回答了所有问题 不过古剑还是买错了套餐 这天古剑收到中中同学邀约 去他家玩 古剑还是第一次看见中二冰的房间 那些手办玩偶都让他很好奇 中中非常满足 于是赶紧打开自己的游戏 想让古剑了解一下 现代游戏的进化 然而古剑平时很少打游戏 只知道游戏很酷 中中担心自己太无聊 以后古剑就不和他玩了 于是他打电话联系了长明 游戏嘛就是要人多才好玩 结果长明把只爷也打包来了 中中有一些不好意思 长明表示没关系 只爷是古剑的外置翻译机 最终只爷还是留了下来 随后四人组队开始玩大论斗 中中和长明大打出手 只爷在后面教古剑操作 结果两人大打出手的时候 古剑差点淹死 最后在只爷的指导下 甩掉了身上的泥巴 长明被泥巴误伤 中中抓住机会击败长明 四人的游戏玩得非常开心 几天后古剑接到长明的电话 说是约好打工的朋友 有事来不了了 古剑被迫帮忙你班 负责在四周发纸机 见长明熟练的动作 古剑鼓起勇气开始尝试 结果一包也没发出去 一旁的白熊安慰他 古剑这才振作起来 结果遭到无视 而此时路边出现了一个白领 他现在十分需要一包纸巾 好不容易看见发纸巾的人 白领很想啥需要 但是自己要显得有些丢人 但是这个时候 他和古剑的事件对上了 就在古剑鼓起勇气 递出纸巾的时候 白领立刻伸手接过表示感谢 一旁观望已久的妹子 也凑上来要纸巾 毕竟是超级美少女 很快古剑手中的纸巾 就发的差不多了 甚至开始排队准备零纸巾 最后纸巾发完 长命表示薪水会平均分三分 古剑一冷 三人 此时 待在白熊布偶里的枝野 几乎出窍了 第二天 枝野来到学校 古剑惊讶地发现 他脸上有芝麻 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要不要指出来 怕伤害古剑的自尊 就在他紧张的时候 便发现所有人脸上都有芝麻 古剑眼前一黑 从噩梦惊醒 结果真去上课的时候 枝野脸上还真有芝麻 枝野和长命两人聊了一会儿 枝野突然写字告诉枝野 他可以叫自己萧子 枝野顿时一张脸通红 那太亲密了 他实在是不好意思 但是古剑却希望他叫 枝野憋了半天 实在是叫不出口 于是长命怂恿古剑叫枝野的名字 但古剑也害羞地叫不出口 长命无奈 正好提醒枝野 他脸上有芝麻 一旦高中迎来运动会 长命很喜欢运动会 因为可以不用上课 这时二年级的热血学姐走过来搭话 并告诉古剑 要热情起来 别拖班级后腿 但因为他私自摸了古剑的脸蛋 山井众人杀心剑气 这次比赛是不分年纪的 还有审评委员 第一个项目是广播体操 热血学姐动作标准 但是古剑太漂亮了 根本移不开视线 教导主任表示要给10分 随后班级拔合 因为古剑和班上同学凑得太近 大家太激动手软 最后比赛落败 班上的大家多希望古剑能拿到冠军 于是在比赛中用尽了全力 中中更是不顾面子 埋进面粉里找糖 最终接力棒是支野 古剑也想加油 支野只转了几圈 头晕眼花 一抬头就看见古剑在给他加油 支野直接从最后逆及到第三 中午的时候突然下雨 古剑的妈妈袖子送来了慰问品 看着和古剑一模一样的袖子说话 众人激动不已 下午的比赛是击步跑 不知道为啥 所有参赛的同学都来管支野这东西 支野不但付出了外套 头发还有头绳 长命还跑来借钱和鞋子 支野果断拒绝 紧接着各种各样的项目开始了 最关键的一个竟然是激励跑步比赛 获奖者能拿到一亿分直接逆转局面 支野越看越觉得 这是在搞综艺节目 古剑和学姐是同一赛道 然而下过雨的赛道打滑 古剑一不小心摔了出去 听见朋友们的加油 他捡起接力棒再次加速 不过遗憾的是没有完全追上 学姐说古剑看起来不良 很热血 尤其是其他同学关心的围上来的时候 当发现朋友和别人说话 自己搭不上话的时候 便会萌生出一种极度的感情 此时的古剑正在暗中观察支野 支野作为班长忙得要死 同班的大姐姐宁宁见状 竟然一把抓住想开绿的长鸣 表示自己来帮支野忙 古剑见状也表示要帮支野 宁宁却说没事 这件事情两个人做就够了 宁宁其实有些担心支野被人欺负 因为老师先生把事情都丢给了支野 自己在办公室里面打游戏 所以他才帮忙 支野震惊 宁宁是个好人啊 宁宁还怀疑支野是抖M 毕竟古剑看起来很难接近 支野却摇头 说古剑是个好孩子 让宁宁和他接触试试看 宁宁一看 支野不是说笑也答应了 结果这时 古剑就在旁边观望两人 宁宁想起支野的话 便主动上前打招呼 谁知古剑却一转身跑路了 宁宁大说打击 放学的时候 宁宁见支野还有任务 于是决定留下来帮支野处理工作 支野想让古剑先回去 不用等他 谁知古剑犹豫了一下 转身回来 表示自己也要帮支野的忙 并且整个人干净满满 宁宁看在眼里 心中一惊 表示自己有事 赶紧跑路了 第二天 他和俩人打招呼的时候 古剑对于昨天没回答问题 就跑路道歉 宁宁被戳出笑点 小声告诉古剑 昨天不该打扰俩人 他很支持他们 古剑顿时上红了脸 冲上了楼 支野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古剑表示想拍大头贴 长明和山景冲了进来 四人来到商场 古剑一直在看娃娃机里的娃娃 众人拍完照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又看了一眼 支野便发现了这件事 三天后 支野拿出了一个猫娃娃 说那天发现古剑在看这个娃娃 没想到 古剑拿出了一只小黑猫 原来长明也注意到了 之后又陪着他去了商场 支野还以为自己那个用不上了 没想到 古剑却希望两人能交换一下 卧槽 舔死我了 扭曲 尖叫 健康的爬行 校园文化节到了 班级却险些分崩离析 因为大家都想看见 古剑参加自己想看的活动 不过所有的票数都是同票 长明提议 大家在阐述自己的理由 看谁说的更有道理 长明提议 女仆咖啡厅 金酒不摔的金点 古剑的女仆装谁不喜欢 山景微笑 没有人能拒绝和古剑逛鼓舞吧 周周认为应该唱歌 神的歌喉谁能拒绝 所有人都说的很有道理 最终还是同票 于是支野去问古剑想选什么 古剑其实对女仆咖啡厅很感兴趣 于是班上的口风瞬间同意 大家都在为文化节做准备 古剑想帮忙 却被大家推到了神的专属座位 它的作用是治愈疲劳学生的内心 这个时候材料不够了 只能卖托执行委员的伟基去买 伟基性格过于沉稳 到慢半拍的程度 所以同学提议多带两个人去 伟基找上了古剑 宁宁见庄 表示也一起去 下人离开之后 伟基因为行动缓慢 他们走了半天才到商场 宁宁看了一眼社交恐惧症和拖延症 放弃了分头行动的想法 伟基一个眨眼就不见了 古剑赶紧找人 他有些好奇 伟基为什么要叫自己一起去买东西 伟基说 看见他和志业他们一起似乎很开心 他也想和这么开心的人做朋友 伟基觉得活动中能帮上忙 他也很开心 三人有惊无险地买完了东西准备回去 古剑也和伟基成为了好朋友 准备工作完成后 就是活动宣传了 常明给俩人演示 如何拜托店家帮忙贴宣传 拿着单子走进门 很快聊了起来 甚至空手套了三个土豆饼回来 见此心形 古剑也有了一些自己能行的错觉 结果走进店家还没说话 稀里糊涂的吃了顿饭又出来了 于是志业鼓励古剑去认识的店里宣传 志业先后去了美容院和拉面店 社交恐惧症之间的奇妙交流 最后还剩下一张传单 常明按下门铃 随便发给了一家人 三人回到学校 今晚就是最后的决战了 古剑一群妹子们准备了饭团 班上众人非常在意 哪个才是古剑年的饭团 常明表示 自己做的是奇形怪状的 宁宁做的是大饭团 山景更是表示 古剑做的一点都不好看 让众人把好看的饭团留下 算盘珠子崩我脸上了 于是众人果断抢了好看的饭团 志业随便拿了一个非常方正的饭团 古剑有些害羞 因为那是常明指导他做的 志业并不知道 一口下去就说好吃 宁宁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校园一开始 古剑换上了女仆装 山景倒下了 此时一位专业的女仆鉴赏家 来到了一代学院 虽然是专业女仆鉴赏家 但在面对真女孩时 这位阿宅还是会害羞 他落座后觉得这里还不错 不但有阳光 中二病 傲娇 迷糊 这时古剑端着水走过来 眼神有些稀里 紧张 阿宅大惊 难道是因为自己瞎想吗 他紧张的吃完蛋包饭 准备离开 古剑想说点送别的话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好在常明出面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阿宅也打开了高棱女仆的新世界大门 常明并没有放弃祸害之意 可面对古剑期待的眼神 之夜还是换上了女装 戴上了假发 翻上男生嘴上皮盘 心里还觉得挺不错 古剑更是非常的兴奋 这时古剑的母亲和弟弟孝介也来了 孝介感觉有些不自在 出门和小童擦肩而过 小童拍了哥哥的女装联系母亲 并怀疑 之夜有不为人知的兴趣爱好 校园季开始 常明发挥自己社交恐怖分子的特长 成功吸引了大量客人排队等候 不但如此 他还怂恿古剑出去走两圈 于是不明所以的古剑 很快就吸引了大量客人 常明直接进化成了女部长 并接连推出大量项目 结果遭到了班主任的无情制裁 项目的钱也全部退还了 常明被罚反省 正好店内没那么热闹 他准备带着古剑和之夜 去别的摊位逛逛 正好带着古剑出去宣传一波 之夜发现这人是完全没反省 常明带着古剑去了鬼屋 古剑很害怕恐怖的东西 从鬼屋出来之后 常明怂恿古剑去参加少年说 山井率先上天台 大声对古剑表白 全场气氛瞬间热烈 古剑将在原地不敢回答 随后常明将古剑推到了天台 让他给女部咖啡厅打广告 众人等待半天 古剑冒了个头 全场响起一片欢呼 古剑深吸一口气 不小心说出了喵 众人大惊 这就是传说中的猫女扑吗 节目效果满分 常明还给古剑戴上了猫耳朵 这时隔壁班的班长说 班主任要让常明静坐 于是老和尚将常明打抱带走了 现在只剩下古剑和枝野在溜达了 枝野夸古剑穿得很好看 所以大家才盯着他 古剑顿时战红了脸 宁宁拍了枝野一下 对他这个木头恨铁不成钢 随后宁宁带着伟绩跟枝野等人一起玩耍 他们很快就将学员记好几个地方给逛了 庭院似乎还有重金属表演 枝野见古剑脸红的看表演 他不禁有些脸红 到晚上的时候 校内宣布颁级奖 果不其然是枝野他们办的女仆咖啡厅 众人正在欢呼 主持人又说 因为部分学生非法违规打广告 所以这个成绩最后取消了 常明试图删情 遭到了同学们的嫌弃 不过古剑表示很开心 于是众人才放过了常明 奖项颁布后 就是学院经典的舞会环节了 古剑看着别人都在跳舞 有些羡慕 正好枝野就在附近 于是古剑的视线落到他身上 枝野还有些不好意思 但他还是主动发起了要约 众人看古剑上场 纷纷好奇他身边的女生是谁 志野完全没想起来 自己还没换下女装这件事 就在他紧张的手足无措的时候 常明冲了上来加入其中 最后三人手拉手跳了一支舞 其他人也纷纷冲了上来 文化节结束后 众人准备去聚餐庆祝 志野担心古剑不习惯KTV 没想到他家也去 不过是袖子妈妈长 三人给他打节奏 众人点了饮料准备唱歌 常明带节奏的时候 古剑不小心点了一首歌 他整个人十分紧张 随后众人都开始唱歌 古剑愈发不安 终于轮到他的时候 古剑不安的走了上去 但却紧张的没有跟上节奏 但是大家表示都听见了 属于是皇帝的新歌 只要古剑坑一声 他们都是血赚不亏 轮到志野的时候 却没有人再听 说不失望是假的 随后他一转头 却发现古剑听得十分认真 于是志野越唱越上头 结束的歌曲之后 常明一把拉住俩人 让他们合唱一曲 超人 常明你就是我的CP超人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爆干队 一号机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